为了推动电影产业所需要的道具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树梅戏在今天举办第一届城市碑 全国高中职ACG活动Cosplay扮演继摄影大赏 现场有许多扮演成动漫当中的角色也都盛装登场 就连城市科技大学校长也都不例外 特别打扮成快打旋风的角色 融入其中校长表示 希望学生能够借由这股对于虚拟角色的热情与冲劲 进而培养审美观与磨练试作能力 为自身创作实力进一步做出原创的角色风格 我们希望把同学的原本在Cosplay扮演的游戏变成专业 再把专业变成世界舞台上为台湾技职教育发光 所以这里面其实牵扯到三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个技术专业 第二个创新创意 第三个应用美学 所以Cosplay在结合我们这些三个产业 我相信台湾在世界舞台一定会有一个不可磨灭 而且占有一席之地的地方 这次比赛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角色扮演类和摄影类 因此今天参与活动的高中职 有来自北北基11所学校 共计19支队伍 68人参加 而来自基隆商工的江同学说 从开始玩Cosplay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在选择装扮每一个角色 都是跟人物在动漫故事中的性格有关 加上平常对于动漫相当有兴趣 因此光是一个角色 从装扮衣服 假髮还有配件 就得花上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因为平常就喜欢看动画 然后看到喜欢的角色 就会觉得想要跟他一样 装扮的话 一个角色大概是一两个月 就是我要从买他的衣服 假发各种配件 还有再去多看几遍他的故事 然后去学习他的样子 因为确实是很少看到 就是学校就是校长 就是会一起 对 带头来做扮演 而且还就是 感觉很乐在其中 所以等一下大家都当校长 拍一点照片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 这个活动已经变成 比较全面化的一个活动 而且是全文化 对 有时候我看到 可能全家西家带 就一起来玩 我就觉得很开心 今天活动现场还邀请担任 多年专业的Cosplay评审 Akuna以及知名专业Cosher Sachi 担任本次的活动嘉宾 以及评审委员 希望能够以更专业的角度 评论与分析学生们 在创作时所展现的实力 从中给予肯定 还有专业的帮助与建议 而校长也期盼透过活动 激发学生应用美学的实力 为培育动漫产业人才做准备 即使是端一天学测访报道